明代联名公起案 女子守寡十年 死通男仆产子 光棍不毒计 害人又害己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家境年间 云南陆丰县城内发生一起命案 一天上午 县民徐伦跑去县衙报案 贵岛在大堂地上哭泣喊冤 状告猎身窑竹害死了他的妹子 先令严承干接下壮旨看了一眼 盲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壮旨细看耽误时日 不如长话短说 徐伦听罢 说出了状告姚竹的原因 徐伦说 她的妹妹徐氏守寡已经十年 有一幼子相依为命 故妹夫家境富裕 所以母子二人得以不受饥寒 有猎身好把姚竹 把持相娶 致富平民 姚竹贪徐氏家富 又垂涎徐氏貌美 于是花言无两 请为人认同上门说亲 强行入坠 徐氏孤儿寡母难以抗拒 为宝清白被迫上吊自杀 徐氏十年双居 母苦子幼 一朝被猎身好把逼死 市区请冤 寇请青天大老爷为您申冤 将猎身摇竹严城 严县令建出了人命 赶紧收下壮旨 跟着徐伦去了徐寡妇家 果然看见徐寡妇吊死在内室 徐寡妇生息全无且身体冰凉僵硬 看样子已经死去多时了 严县令让人把徐寡妇暂且放下来收敛 立刻让牙翼批捕姚竹前来问话 交代完毕之后 严县令带着徐伦返回县令 不多久 姚竹被拘押到牙 严县令声唐审问姚竹 问他为何要逼死徐寡妇 姚竹见状 立刻跪倒在大堂下喊冤 姚竹说他也要状告徐伦 姚竹说 徐伦涉局诈骗 谎称为妹妹徐寡妇说没 于是他便给他四两银子为贺礼 请徐伦帮忙引导 前去给徐氏下聘礼 又花言无良请媒人认同一气前去 迎娶聘礼下定之后 徐伦又去逼要徐氏聘礼嫁妆 结果导致徐氏上吊自杀 徐氏上吊自杀 徐伦又诬告说他强行入坠 逼死了徐氏 如果不是徐伦涉局欺骗徐氏嫁人 徐氏怎么可能会自杀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徐伦贪财所致 徐伦私底下卖了妹妹 目的是想骗她的聘礼钱财 结果却逼死了妹妹 徐伦听罢 怒斥姚竹胡说 她的妹妹徐氏守寡十年 若要嫁人为何不在妹夫去世后嫁人 偏要等到十年以后才嫁 姚竹是猎身豪霸 强去入坠 威逼胁迫徐氏 结果导致徐氏上吊自杀 如果不是姚竹威逼 徐氏怎么会轻易自杀 姚竹说 当初上门迎娶徐氏时 是徐伦引她一筒钱去的 既然是一筒钱去 又怎么会是强行入坠呢 而且她分明是去取徐氏 不是去入坠 徐伦卖了妹妹徐氏 结果徐氏得知真相 兄妹之间发生口角 徐氏上吊自杀 她索要四两贺银 结果徐伦不肯退还 反而诬陷说她逼死了徐氏 她是一个外人 如何能把徐氏逼死 所以 这一切都是徐伦在作恶 干言成这等贪财害命的恶徒 严县令接二人争执不下 怒拍荆堂木让二人肃静 随后又审问了没人认同 人统说此事不是强行入坠 也是逼迫徐氏 当初姚竹请她帮忙去说妹 她先去了徐氏家与徐氏商议 当时徐氏满口答应愿意嫁给姚竹 约定第二天去迎娶 但不知为何第二天她就上吊自杀了 没有人知道她自杀的原因 严县令听罢 怒斥认同 你说的更含糊 肯定是隐藏了真相 左右将她仗则二十 认同听罢 连呼冤枉 她说正取之人无罪 主嫁之人也无罪 我一个没人为何要受此责罚 我不过是一个中间人 徐氏又不是我逼死的 打死我也不肯承认 严县令又问 徐氏为何自杀你不知道 但也应该知道徐氏为何要嫁人 徐氏守寡已经十年 为何早不嫁人晚不嫁人 偏偏这个时候想要嫁人了 你作为没人且见过徐氏最后一年 你应该知道徐氏一些事情 若不从十招来 打断了腿活该 认同听罢 吓得逗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 连忙说道 小的略有耳闻 徐氏过去与人有私情 并且还怀孕了 所以要急着嫁人 严县令又问 徐寡富家除了她还有何人 徐伦说还有一个丫鬟贵乡 一个小仆邹福 严县令当即让牙翼 去将二人带来问话 片刻之后 丫鬟贵乡和小仆邹福带道 严县令问丫鬟贵乡和仆人 去年徐寡富怀孕究竟怎么回事 徐寡富究竟与何人私通怀孕 丫鬟贵乡和仆人都说他们不知道 他们从未听说过此事 严县令自然不肯相信 让牙翼将牙还贵乡贵乡责二十大半 贵乡被打得皮开肉绽 实在忍不住才指着邹福说 徐寡富私通的人就是他 邹福一听大惊失色 吓得脸色如白纸一般 严县令又让县令重责邹福 邹福被打了三大板后 用手对着瑶竹大喊你害死我了 严县令见邹福指认瑶竹 便让牙翼停止责责 问邹福为何指认瑶竹 若不快快将实话说出来 就将他打死在公堂之上 邹福见状已经不敢再隐瞒 只得说出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十年前 徐寡富的丈夫病故了 徐寡富守着一个儿子守寡度日 幸亏夫家富裕 母子二人才得已不受饥寒 徐寡富立志守寡 家里有一个丫鬟贵乡陪伴 还雇佣一个少年男仆 负责出门采购物资 按月给工钱 男仆长到十八岁后 就辞退重新找年纪小的 徐寡富如此办法 让外人称赞他至家有法 清洁如玉 有一年 徐寡富雇佣了一个男仆叫邹福 邹福人长得矮小且皮肤白皙 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 实际上已经有十八岁了 也见之男女之事 街上有光棍猎身民谣竹 此人前几年死了老婆后 再也没有娶妻 而是因为看上了徐寡妇的家财和美色 想来个人才兼得 有一天 瑶竹私底下找到邹福告诉他 但凡寡妇都很寂寞 都希望能有男人陪伴睡觉 他现在正好是光棍一个 正好可以引他去陪徐寡妇 邹福见瑶竹屋里 告诉他徐寡妇至家吉言 每天晚上都要亲自打着灯笼到处查房 确定没有问题后才会锁门睡觉 纵然有垂涎他的人想进家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进得了家门 还有丫鬟在一边守着 瑶竹听罢 王问邹福徐寡妇是不是也会打着灯笼 来他的房里检查 邹福说是的 瑶竹一事便告诉邹福 他既然不肯引他去找徐寡妇 那他就教邹福如何去试探徐寡妇 一旦得手 千万不要忘了他的功劳 邹福已经是个18岁的男子 对瑶竹说的事情很感兴趣 于是便忙问瑶竹该怎么个调戏吧 据联明公案记载 瑶竹的搜主意是这样的 你也把房门务必 把戾气撩起 仰面裸身假睡 他若用灯笼罩剑 必然动情 自送于你 当天晚上 徐寡妇案例在睡觉前检查房间 每个房间都要用灯笼照看一遍 他来到邹福的房门前 发现房门大开 他和丫鬟贵香提着灯笼走进房间后 发现邹福赤身裸体睡在床上 把邹福全身看了一个遍 徐寡妇见状一惊 羞得面红耳赤 顿时大骂邹福奴才无礼 房门也不关 衣服也不穿就睡 骂完之后 急忙让丫鬟贵香从外面把门锁住 匆匆离开了邹福的房间 第二天晚上 邹福还是这样睡觉 徐寡妇再次用灯笼照见了他 徐寡妇叫邹福 邹福装睡不醒 徐寡妇无法 只得叫丫鬟贵香 弄来被子给他盖上 第三天晚上 邹福依然如前两日一样睡觉 徐寡妇此时一个人前来查访 丫鬟贵香没有陪伴 徐寡妇用灯笼照见邹福 不觉浑身发热难以自制 于是便关上房门 吹灭灯笼 字节衣走向床榻 自此以后 每夜邹福与徐寡妇私通 往来频繁如夫妻 徐寡妇又担心丫鬟贵香发现告密 于是又引诱贵香进门 叫邹福与贵香私通 贵香与邹福私通 并不觉得羞愧 静意敢喜悦 主仆既有私情 彼此不相慢会 全与邹福同房而睡 如妻妾同是一夫之情状 不到半年 徐氏怀孕 徐氏自知此事不能为外人知晓 于是便拿出银子 让邹福去买打胎药 邹福自从与徐寡妇和丫鬟私通之后 把瑶竹当成了安人 于是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和她商量 如今徐寡妇让她去买打胎药 她也跑去和瑶竹商量 瑶竹说何必花钱去买呢 这种药她家的店铺里就有 她去拿来就是 买药的钱留着自己用多好 宗福听罢 对瑶竹千恩万谢 把买打胎药的钱全都买了酒喝 不多久 瑶竹果然弄来了药 结果她拿的是安胎药 宗福不知道瑶竹给的安胎药 便带回去给徐氏吃下 瑶竹告诉宗福 这种药是非常有效的 吃下去后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但其实已经把胎打了 宗福信以为真 回去告诉徐寡妇后 徐寡妇也深信不疑 结果几个月下来 徐寡妇肚子越来越大 此时才知道打胎药没有作用 宗福见状 又去找瑶竹商量怎么办 瑶竹说肯定是徐寡妇 体质异于常人 打胎药竟然对她无效 如今胎儿已经几个月了 不能再强行打胎了 否则必将危及母子信命 孩子生下来后 也不要担心 孩子直接交给她处理就行 她正好缺少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来做一味药的药药 宗福见瑶竹说的 头头是道无法反驳 于是又相信了她 一年后 徐寡妇生下了一个男婴 宗福果然用篮子 将这个男婴秘密送到了瑶竹手上 瑶竹将男婴掐死 又用生石灰把男婴尸体裹住放在桃罐之中 瑶竹以死婴为止 马上就撕下了伪装 威胁周福去给徐寡妇 要一百两银子来给她 否则她就把这个罐子抱去县衙 状告周福与徐寡妇私通 周福此时才知道上了瑶竹的当 但把柄在瑶竹手里 她只得回去把瑶竹的要求告诉了徐寡妇 徐寡妇听罢 诺骂周福愚蠢 相信了瑶竹这个混蛋的鬼话 但此时已经悔之完矣 若瑶竹真是县衙告状 徐寡妇和周福肯定免不了要被沉堂或者斩首 徐寡妇忍痛拿出首饰和银子 凑足了五十两给周福送到瑶竹手上 并且让她把死婴换回来 周福把五十两银子给了瑶竹 换回了那个死婴 偷偷将死婴背去后山埋了 瑶竹榨得了银子后 又开始逼迫徐寡妇嫁给她 瑶竹请来没人认同 让她帮忙去给徐寡妇说亲 瑶竹觉得奇怪 徐寡妇已经守寡十年 未必会答应嫁人 瑶竹告诉人同 她只管去提亲 徐寡妇肯定会答应的 瑶竹按照约定去徐寡妇家提亲 徐寡妇见到瑶竹登门 立马就知道这是瑶竹的毒计 徐寡妇心中愤恨 这光棍真是恶心 我嫁给她要被人笑话 不嫁给她 她必然去街上散播留言坏我名声 甚至去衙门告我与仆人私通 徐寡妇心中愤恨不已 决定一死了之 徐寡妇告诉人同 她要求瑶竹和她的哥哥徐伦 一起前来迎娶才行 认同听罢 回去给瑶竹回话 第二天 瑶竹找到徐伦 说明了来意后 给了徐伦四两银子 让她引着自己前去迎娶徐寡妇 徐伦见徐寡妇答应嫁给瑶竹 且瑶竹说事成之后 愿意给徐伦五十两银子的采头钱 徐伦于是便答应下来 可是 当三人带着迎亲队伍来到徐寡妇家后 却发现徐寡妇在房间内上吊自杀了 徐寡妇上吊自杀 哥哥徐伦认为是瑶竹逼迫入坠 贪图徐寡妇的美貌和钱财 逼死了徐寡妇 于是一张状纸把瑶竹告上县衙 瑶竹见状 以徐伦社局出卖妹妹 贪图妹妹嫁妆逼死妹妹为由 反咬徐伦一口 反正徐伦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事情 诬告她为自己脱罪是最好的办法 正是因为如此 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宗福说出了此案的真相 沿线令和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徐寡妇自杀的原因是这样的 沿线令问瑶竹还有何话说 瑶竹起初不肯承认 宗福说出埋葬死鹰的地点 衙衣们将死鹰挖出来后 在庄死鹰的陶罐底下 发现了刻着瑶记两个字 这是瑶家药铺独有的标志 瑶竹无法抵赖 只得承认这一切属实 沿线令建案情真相大白 于是以诈骗罪 逼人致死罪 杀人罪判处瑶竹斩首是重 宗福听信瑶竹谗言 已由徐寡妇与自己私通 又与丫鬟桂乡私通 间接害死了徐寡妇和婴儿 以下犯上会乱居室 你判处斩首是重 以杀一警百 贵乡与宗福私通 虽是被迫无奈 但也有包庇纵容之罪 判处杖则无板 已是训诫 徐寡妇已死 不作判决追究 其子由徐伦抚养长大 徐家财产由徐伦代管 并由县衙监督 徐寡妇之子 前夫之子长大后 交给他继承管理 严宪令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 众人听罢无故赞叹 严宪令判得好 结语 人之贪欲 犹如毒蛇 亦如毒瘾 一个贪字 道尽人间奇闻奇景 宗福 贵乡 姚竹 徐寡妇都是贪色之人 宗福为贪色引诱主人 贵乡为贪色包庇犯罪 姚竹为贪色贪财 设下毒计害人 徐寡妇为欲望打破规则 坠入陷阱 同时徐伦和人统 也有自己的私心 贪婪让人性沉沦 贪婪葬送了四条人命 只有那无辜的死因 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贪婪让人成为魔鬼 古往今来都逃不过这个规律 光棍姚竹部下如此毒计 除了害死四条人命外 最终一无所得 害人害己 如此故事 当为后世者见 自此 明代私通其案 宣告结案 参考文献 联名公案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